你现在收听的是古泰一战第248集 那今天呢古泰一样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对这个盘式的一些看法 那相信有在看盘的投资朋友 今天应该都有发现 不论加权贵买跟台子期 今天呢都再度 创了近期波段的小高点 那这个盘到底 要涨到什么时候 看回不回 这是蛮多投资朋友的一个疑问 那明天呢又是 11月份的期权大结算 明天的行情也是蛮精彩的 那也有很多人问 到底什么时候要回档 到底要不要回 这个盘呢 还可以继续冲吗 美元指数已经站稳95块了 昨天美股稍微大抵 今天台股也没有跌 所以呢 投资人满满的疑问 等一下古泰会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一样在分享之前呢 欢迎请新朋友呢 帮古泰在YouTube登录之后呢 按下我喜欢 重点是subscribe 订阅 开启全部通知小铃铛 古泰驿站本身不盈利 你跟我也没有任何的对价关系 本影片的内容仅供参考 此为古泰每天自己盘后关盘练习的Vlog 请勿以此作为实单交易的依据 影片中的数据皆为公开的事实资讯 为既有技术分析之理论 且亦非为盘中及时资讯 不具有任何投资角色建议 交易本身一定有赚有赔 投资前请务必独立思考 审慎评估并支付盈亏及交易风险 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礼拜日 今天是礼拜几 今天礼拜二嘛 今天礼拜二 我们14号跟大家讲什么 我说美元如预期95已现 台美股市高档盘间 类股轮动快速 严守价差策略 这是古泰呢 在礼拜日跟大家分享的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古泰有没有跟大家讲 虽然目前看到95没有错 可是呢古泰还是偏多看 还是偏多看 那大家去看一下昨天的美元 昨天美元超帅 你看 昨天一举干嘛 直接往上冲 最高点冲到多少 95.59啊 95.59啊 你说等一下夜盘 会不会又来个 看到96干嘛之类的 古泰也不知道 那美元冲这么快 古泰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我们礼拜日是不是有跟他讲 基本上 目前古泰看起来 还没有想象中的糟糕啦 要崩盘 一定是在最乐观的时候 要崩盘一定是在最乐观的时候 而且古泰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古泰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基本上 基本上 要崩之前 他一定会先过哪里 一定会先过前面这两个高点 所以呢 一个是昨天过 一个是什么 今天过 所以呢 原则上 暂时性的古泰还是看多 还是看多 就是这个盘不用太紧张 好不好 这个盘 这个盘要崩之前 一定会拉个又多 好不好 一定会拉个又多 所以呢 不用太紧张 没有看到又多大长虹之前 暂时还不用紧张 目前都是属于金金涨的格局 目前就是属于金金涨的格局 好 那 台美股市高档盘间嘛 我们来看一下 国际股市好了 第一个呢 我们先看一下 道琼指数 道琼指数呢 昨天收一根黑K 不管啦 有人说是因为美元嘛 有人因为什么东西 管他的 古泰呢 不信这一套 反正K棒会告诉你答案嘛 那 短线而言啊 目前 没有什么话讲 就高档盘间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废半 也是一样 这没什么好讲的啦 好不好 这真的没什么好讲 也是一样 你说来个 轻轻的一推 其实就有机会再创高了 所以 暂时性的 我们美元95块 确实 通膨这个议题 确实 大家放心里就好 可是 影响股市 不会只有美元 也不会只有通膨 也不会只有什么 锁表啊 基本上它影响国际股市 全球股市 基本上它的因素很多很多 要影响股市 基本上它的因素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 大家没有必要太过度的focus 在其中某几个点上面 古泰有跟大家讲 你真的不用管那么多 K棒就告诉你答案 好不好 你想太多 每天在那边钻研 没有屁用啊 浪费时间而已 倒不如把这些时间拿来睡觉 好不好 然后再看一下纳斯达克 也是一样 这没什么好讲的 这没什么好讲 我们看它黄金 黄金呢 来到1870了 那黄金股 它那时候有跟大家讲 基本上 假破底 这边一个带量 长虹出现之后 基本上就引入续墙了 这没什么好讲 OK 然后再来 而且它还突破下降 然后比特币 比特币呢 目前 它把这个红K 目前 它已经把这个红K地点跌破了 所以呢 暂时性的 比特币这边 初步有机会回到季限 所以呢 你有完毕的 可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有完毕的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纽约清源有 也是一样 目前在这边盘 那也一样 这个盘要盘到什么时候结束 它又能够把 重新把这一根红K地点 给它站上去 站回去就 大致上盘整 就大概告一段落了 告一段落了 我们来看一下 S&P500 这没什么好讲啊 就跟刀琼一样 好不好 然后台积电 台积电的ADR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的ADR 这个没什么好讲 然后联电 看一下联电 联电也是一样 没有什么太精彩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 日经指数 日经指数呢 也是一样 今天是小红啦 那原则上 它目前刚好打这个锦线 锦线这边附近会稍微震一下合理 所以暂时线也不用太紧张 然后呢 看一下函谷 函谷的部分呢 今天也是小红而已 这个没什么好讲了啦 谷菜也没有跟大家讲 拉回找买点买勾嘛 所以呢 原则上 你看到勾的时候是几号 是几号 是十一月十二号 今天几号 今天十六号 这样同意是吗 所以呢 谷菜常常跟大家讲啊 基本上 就是你勾的第一个瞬间 那一个时间 你去买 基本上 停损就守前一个啊 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这里的防守还蛮好守的 那原则上韩国也是一样 既然三根 既然三根已经 打一个勾的底型出来了 那暂时线这边盘一下 是有机会去碰季线的 所以也不用太紧张 那么看来它上阵指数 上阵指数呢 也是一样 一根红K之后 目前这边 它只要 没有在跌破连线 我个人觉得 没有什么大碍 目前这边盘一下 应该有机会 一根假设真的一根突破之后 其实这边也大概就算 整理快结束了 也大概算整理快结束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目前也是一样 今天蛮漂亮的 一根红K突破 所以呢 暂时性的啦 大家还记得吗 我说拉回找买点买谁 买勾嘛 所以你勾你会买在哪一天 你会买在这一天 也是一样 双11 11也11号 所以呢 极短线而言 然后暂时性的 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大概会去碰一下半年线 然后再看一下A50 然后A50的部分 A50就相对的比较弱一点 可是短线上 这一根 双11这一根 没有跌破 暂时性 可能看 看横向盘整 看横向盘整 那看有没有机会突破一根 突破一根其实就 比较没有危险 好 那 我们看一下 目前没什么变化啦 然后再看一下 被动元件 还是一样啦 低档 装死 还没转强啦 好不好 然后 记忆体相关的 今天其实都 这阵子都蛮强的 OK 好我们综合整个刚刚看完啦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好像美元指数创了近期的新高 好像也没有怎样 对不对 所以暂时性啊 古泰友跟大家讲啊 基本上K邦会告诉你答案 好不好 各国主力周月行情表 也会告诉你答案 每一天的TVMD 多头战优 空头战优 明天到底有没有要交代 其实 这很简单的东西 你不用想太多 好不好 你真的不用想太多 好 那 接下来怎么看啊 我们礼拜日 礼拜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其实已经复盘完毕了 那如果大家有看到我们的握社预备 很多人不知道握社预备在哪里 在这边 古泰的频道 基本上握社预备 这个是礼拜几给大家 礼拜日 礼拜六的半夜 贴给大家 如果大家仔细 按照昨天那个 那个涨跌幅排行的话 我们昨天这里面有五档涨停板 有五档涨停板 那 基本上 古泰有跟大家讲 我标股 一定都会选给大家 我选给大家 标股一定帮大家选得到 只是呢 我有跟大家讲 重点不是股票 标股 无所谓 对古泰来讲 真的选股 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重点是 你的进出场点 你的进场点 如果对了 什么都对了 就算它慢慢的涨 你还是赚啊 对不对 可是你标股 你如果买到刚好 买到那个 最高的那种点位 最白痴白烂的点位 那个再笨也跑 不会跑去追的点位 你买到那边 你买到那边 就是先买现套而已 所以呢 古泰有跟大家讲 其实对古泰来讲 选股 真的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你只要 再烂的股票 你的进场点 对了 什么都对了嘛 你还是照钱 照样赚钱嘛 对不对 啊你的标股 对啊 我每天看它涨很标啊 很标啊 你看今天的位数 你如果买在 最高点 然后呢 今天就苦死了 今天都苦死了 我先讲一下位数 明天没有跳上开高 接下来就 准备大回撤了 准备大回撤了 你看它多少缺口 你看它多少缺口 好 所以呢 古泰常常跟大家讲啊 你要追求标股 标股每天都在你面前飘啊 电视上每天也都在讲啊 你到底 干选股屁事啊 到底干选股屁事啊 重点是你的进场点 好不好 OK 那昨天五登讲嘛 对不对 所以古泰有跟大家讲啊 基本上你有做功课 我就不相信你做不到啊 而且那五登讲里面 古泰有没有喊 哼 我有讲哦 我做过股票 基本上都是标股 爱信不信的 威胜第一根也是我做的嘛 然后嘞 叉叉第一根也是我做的嘛 对不对 之前的经验 也是第一根我做的嘛 所以嘞 所以嘞 哦 基本上反正大家就自己 特别留意啊 我有跟大家讲啊 真的 你看这些股票 强势股 每天都在你面前飘啊 可是为什么有人会赚钱 有人赔钱 做同一档耶 你跟我看的都是同一档股票 我们超出的都是同一档股票 可是为什么你赚 或者是他赔 为什么是他赚 还是 为什么是你赔 为什么 大家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吗 到底干股票屁事啊 就是你买点跟卖点 进出场点错误嘛 所以什么最重要 还是点位重要 啊就这样而已嘛 讲完了嘛 跟我讲那么多悬股 买那么多悬股APP 是有事吗 对不对 根本不需要 那么浪费钱 好不好 所以呢 讲完了啦 OK 啊接下来到底怎么看 我先跟大家讲啊 今天收盘 收693 今天TM区在674 今天是什么优 多头战优 所以嘞 所以嘞 明天就算跳水 开低还是会走高 讲完了 结束 结束 讲完了 好不好 那 重点在哪里 大家去看一下 明天的TM区在741 今天的最 最高价是708 那明天的TD区在614 大家去看一下614是什么概念 614诶 大家去想一个问题 昨天的TM区在632 一样 一样哦 632 前一天叫做602 啊 然后咧 这边叫575 这边叫581 好我先跟大家讲 我先跟大家讲 啊 原则上啊 原则上啊 明天呢 台子几节算了 我刚刚呢 刚好有跟我们一个 选择权的 还蛮厉害的高手 讨论了一下 啊 筹码呢 基本上是非常的强多 非常的强多 啊 基本上 古台还是认为 啊 明天啊 如果假设 因为 假设因为 美股大跳水 明天的台股 开低 还是会走高 因为他要来交代 今天多头占优的筹码 讲完咯 古台讲完咯 啊 那你说明天还会不会再喷上去 一样的道理嘛 一样的道理啊 今天多头占优 明天喷是正常的 啊 夜盘已经有先创一点点小高给你看了 OK 那讲完了 TVMD就自己看 那明天特别留意两个地方 一个叫做674 就是今天的TM区嘛 那你会发觉 今天的TM区跟昨天的最高点683 其实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 也就是说 他这边呢 高档稍微震一下 然后 大家如果有看到 古台画的这条线 这条线是取谁 取谁 取这一天 取这一天的TM区 诶 我看一下 我记得好像取 看一下 这边是 哦 看错了 李佳啦 我看一下 对 就是取这一天 676 所以呢 原则上啊 来到这边啊 他会稍微震一下 他会稍微震一下 所以短线而言 短线而言 反正 总结一句话 明天就很简单 今天收盘叫多头占有 明天开低还是会走高 讲完了 哈哈 讲完了 好不好 讲完了 然后呢 明天特别留意一下 674 昨天的高点叫做683 那 这一天的TM区 叫做632 然后呢 明天的TT区 又刚好在614 所以原则上 原则上 这边的支撑很强 我先讲好 这边的支撑很强 原则上是不应该会跌破的 是不应该会跌破的 所以暂时现在还不用太紧张 啊明天如果跌破怎么办 明天如果跌破怎么办 跌破就减码啊 就这样而已啊 就这样而已啊 有什么好讲的 好不好 OK 然后看一下OTC OTC的部分呢 今天也很棒的 站 站上哪里 他有站上吗 他今天收22209 不太化的这一条线 叫做 这一条线是去谁 22225 22225 那原则上啦 今天差一点 今天差一点 那短线而言 短线而言 今天的收盘收22209 今天的TM区在22245 所以勒 所以勒 明天 呵呵 先讲一下啊 今天收盘叫做什么 空头占优 所以明天 急啦 还是会杀 因为要交代空头占优的筹码 除非跳空跳的够高 讲完了 好不好 讲完了 可是呢 这边要特别留意一件事情哦 明天特别留意一件事情 今天的TM区叫22245 明天如果 如果 如果 因为他今天这一根 也是一样 创了近期 啊 的大量 那 创了近期的大量 那 目前 你说 我个人 我在觉得啦 因为以目前这里的量 以目前这里的量 其实跟这时候相比 其实已经 那个天差地缘了 大家去看一下 今天是1299亿 这边的量才多少 所以呢 基本上啊 量先价型了 已经量先价型了 所以呢 要过 贵马要过高 我个人觉得 没有什么问题 个人要过高 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这边要重点 要注意一下 今天量已经率先表态了 所以呢 极短线而言 这边 古态认为啦 大概会在这边稍微震一下 为什么要震 去消化前面这边的卖啊 外加又空 今天量已经先出来了 所以没意外的话 量先价型 这边高点会过 原则上这边高点会过 所以暂时性的也不用太紧张 可是呢 不一定会涨到你的股票 我先讲好 不一定会涨到你的股票 大家不要看到指数涨啊 感觉你的股票都一定会涨 你想太多了 好不好 基本上还是一样那个老原则啦 就是股票你要胜选 好不好 你要胜选 然后该处理破线的 你还是要干嘛 处理一下 OK 那今天的TM区在222.45 明天的TT区在222.7 222.7是什么概念 大家去看一下昨天 昨天的TM区叫做222.75 好 回撤这边 要不要紧 不要紧 好不好 不要紧 其实你会发觉 目前这个位阶台买奖很尴尬 跟家犬一样 基本上他明天如果碰TD 刚好几乎几乎会是碰到前一天的体验 所以暂时性 暂时性 这边 你说要去做放空吗 我个人是不会在这边放空 因为 基本上目前这边支撑很强 所以贵买也是一样 贵买也是一样 所以他 他明天呢 明天的贵买就算破TD的话 他其实 这还有这两道金重造铁布山干嘛 扛着 所以暂时性呢 古代还是觉得 目前还是看多 还是看多 OK 讲完了 然后看一下台子棋 台子棋的部分呢 我们看一下 台子棋的部分呢 今天收盘收17698 这个收盘我个人觉得有点故意啊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故意 今天的TM去掉688 今天是多头战优 所以咧 明天 还有高点来交代 明天还有高点来交代 明天就算跳水 开D还是会走高啦 讲完了 好不好 那今天的低点还是653 明天的TD去在638 然后咧 前一天 大家去看一下 前一天到603 然后TM去在657 呵呵呵呵呵 反正啊 大家都特别留意啊 明天我个人觉得 基本上是不太会大杀 基本上是不太会大杀 就算要杀这边往下在638 在638还有657这边附近 我个人觉得那个支撑力倒是蛮强的 我个人觉得支撑力倒是蛮强的 好 然后看一下 那个夜盘 全日盘的部分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全日盘的TOMT 那昨天的全日盘的TOMT在684 所以他今天的收盘是收上 日盘跟全日盘 所以呢 今天是多头占优 夜盘还有高点来交代 所以咧 已经有高点来交代了 好不好 好 那 短线而言 反正 刚刚 综合 我再讲最后一次哦 统整最后一次 加权 今天是多头占优 明天还有 容易 还有 我们不是说绝对啦 好不好 在 投资金融市场里面 谷太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 没有百分之百全胜的交易 啊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用盘后的东西 然后去推估一下明天的走势 那 外加你自己本身的一些所学 还有盘感 盘感这个部分 谷太没有办法教你 我也没办法分享给你 谷太有跟人家讲过吗 我有跟你讲过吗 你一个出进股市的一个小白投资人好了 你想要用一天时间或者用一个月 或两个月的时间 你想要打遍天下无敌手 把干嘛 人家一生干嘛 在市场上砸了几千万几亿的投资经验 跟盘感 你就短短一天或者一个月的时间直接复制走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人家在市场上花了学费 然后缴的学费 或者是拜师学艺买的什么软体有的没的 人家砸了多少时间跟金钱 还有能力精力都在这边 人家花了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 你凭什么短短一个月或者是一天的时间 你就可以全部复制走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要去天方夜谭想那些有的没的 最好练习盘感的方式 你就是每天看盘 每天看盘 然后去熟悉一下 去熟悉一下 古泰能分享给你的 就是提供TUMD 还有干嘛 平常古泰就是在自己 录YouTube的时候啊 平常都会带到一些 吉他的一些交易的一些心法 跟大家做分享 古泰能分享的这些东西 其实是帮助大家提高你的胜率 那但他并不是绝对啊 巴菲特以前大家都说股神嘛 可是 坦白讲你说我们有没有交易有没有停损的时候 一定有 像前几天古泰有没有跟大家讲 我卫生跑去放空 对不对 然后咧 然后就被扫单嘛 事实证明古泰是对的啊 对不对 你知道昨天的卫生跌到多少 昨天卫生跌到94还是95 收盘 以收盘价来看 古泰是对的 可是盘中没办法 就是会被扫停损嘛 对不对 是不是有人讲说 古泰也会停损 本来就这样嘛 我跟他讲啊 你不要看那些网路上的 还有一些什么社团啊 那些有的没的 或者是哪个老师说 他的交易贴出来的对账单都很好看 我跟他讲啊 没有停损了那才叫空气单啊 好不好 没有停损过了那才叫空气单啊 好不好 古泰呢就是实战交易派了 我有做就有做 没有做就没有做嘛 对不对 我也不可能说每一笔交易就是百分之百全胜了 那不可能的事情 你一定会遇到停损这件事情 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他的交易百分之百全胜 那没有都不会停损了 那我跟他讲 那一定是空气单 那一定是空地单 大家应该都知道 空气单跟你下实战交易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看空气单谁都嘛会讲 我也很会讲啊 对不对 每一个讲出来都嘛股神 对不对 所以古泰常常跟他讲 古泰就是实战交易派的 我有做就有做 没做就是没做 盘中 当下 技术现行走势怎么走 我们就是按照当下判断嘛 看每一个人收完盘 大家都嘛很会讲 对不对 啊古泰现在讲 我是预测谁 我是预测明天的走势 对不对 我们都可以干嘛 事先 古泰不是马或炮 诶明天昨天 诶明天收完盘 明天才来讲 今天的行情 要看 啊这样谁都嘛会讲 所以古泰常常跟大家讲 像我们每天自己 现在古泰在做的功课 也就是在瑞明天怎么走嘛 我们都是先预测嘛 先规划明天可能怎么走嘛 所以古泰常常跟大家讲 就是 你要自己先规划一下 不然明天一开盘 对不对 坦白讲 如果盘中来个什么 你也措手不及啊 诶靠 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对不对 所以古泰 这边 在做最后统整 加全今天是多头占优 所以明天容易还有高点 来交代 就算美股跳水 明天台股跟着跳 开低还是会走高 讲完了 然后呢 明天的TD区如果破 要不要紧 暂时也不用太紧张 可是 通常TD区破 就代表短线上有点点转入的意思 可是这里的TD区 又刚好是前一天的TM区 外加强撑区 所以暂时线也不用太紧张 然后再讲贵买 贵买今天是空头占优 所以明天吉拉还是会下沙交代 这样听得懂吗 那原则上也是一样 原则上也是一样 明天如果来碰TD 有没有要紧 一样碰TD就是代表短线已经转落了 那短线转落 可是又刚好碰到前一天的TM 外加强撑区 所以暂时线也不用太紧张 好不好 台子期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所以呢 讲完了好不好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今天 其实坦白讲蛮难做的 而且今天股票 大家应该有看到元宇宙概念股 还有一些股票 高档的强势股同时双双转落 为什么 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的OTC 古代常常跟大家讲 基本上TUMD就告诉你一切 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废话 干话 今天开盘第一根5分K 请问一下有占上TM 有占上TU吗 没有嘛 几点几分占上 9点25分嘛 他什么时候占上 这边突破之后 然后咧 跌破 然后这边又来一个假突破 再次跌破 一道压力 我先跟大家讲哦 被突破 或者是跌破两次 基本上 就大概成型了 所以呢 你会发觉今天你这边很容易被发 可是呢 古泰有跟大家讲嘛 站上TU 降噶空嘛 啊TU站上又跌回来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这一道压力很重啊 压力确认啊 压力确认 啊TU破了代表什么啊 啊兵败如山倒啊 你今天发觉 我跟大家保证10点55分以后 所有股票一起杀 你们自己看一下 今天的股票是不是这样 你们自己看一下 自己去看一下 你自己手中的股票 是不是10点之后开始杀啊 10点 哎快11点的时候 一路开始杀 你们看一下今天的 比如说汉雷啊 还是谁 位数嘛 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啊 今天所有强势股 全部都在11点一起杀 啊讲完了嘛 我看贵买指数 我就知道你股票长怎样了嘛 啊跟我讲那么多干话干嘛 你在那边做当冲 你当冲你不看贵买 你不看大盘 啊大盘我就摆明了贵买指数 我说拉过TU强嘎空 啊跌破TU冰败如山倒 啊你还不走 啊干我屁事啊 对不对 讲完了嘛 好啦 就这样好不好 OK 好 那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市场暂停监控图 原则上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啊 其实这个图啊好像都差不多 这个图好像差不多 可是呢 为什么这一张图可以维持的差不多 印证了哪一句话 印证了哪一句话 印证了这一句话 印证了肋鸾动 好不好 大家记得啊 这一张图要同时 同时 比如说你看到同时缩小和同时放大 原则上 它是属于资金的移转 它是属于资金 市场上投入的资金的多寡 它如果缩小和放大 它是在跟你讲市场上的资金多寡 可是呢 如果是像这种 都在这边附近的 它是在跟你讲什么 比如说我昨天看到也是这样 啊今天看到也是这样 基本上它是属于什么 个股的轮动 个股的轮动 好不好 所以只要目前指数痕在这边 个股做轮动 那暂时性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 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还不用太紧张 除非你看到那种 就是忽然 忽然就是忽然这边 可能那个蓝色的范围变大 或者是蓝色范围变小 大跟小 大家特别留意 大跟小是指资金的缩放 好资金的缩放 可是如果大小不变 然后呢 %有变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合理的个股轮动 所以暂时性的也不用太紧张 好不好 暂时性的 那昨天基本上是有点乐观了 可是今天呢 其实 涨5%以上的也大概有74档 所以暂时性的 古泰还是觉得目前都是还蛮合理健康的 偏多格局 OK 那一样 那 一定有人会问说 靠啊 现在美元这样 我也很怕啊 对不对 你如果美股今天来个跳水 然后明天怎么办 啊 古泰有跟大家讲嘛 古泰不在你身边 你就TUMD拿出来用嘛 隔天如果破TM 我说 隔天你要做多的朋友 先看TM TM之上 偏多思考嘛 啊 隔天如果开在TM之下 或者是跌破TM 那你就干嘛 找那个要买股票 你就找那种最强的嘛 啊 不确定的 就干嘛 啊 当天 你如果只会做多了 那你就空手嘛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啊 所以呢 就这样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 今天 呃 选 今天的选股啊 其实最近 大家有没有发觉 还是股票好做 还是股票好做 好不好 那给大家看一下 音业打 哦 中兴店 啊 群光 啊 维权店 红康 啊 联发科 哎 联发科 我们什么时候的握社一倍 这礼拜握社一倍有哦 金星科 昨天掌停板 也是在古泰的握社嘛 中华店 啊 你看 最近有一点拉拉这种 电信的 然后华邦店 这个是什么时候握社 我们记忆体相关的 这礼拜有没有选 然后帽打 啊 旺宏 也是一样 智邦 啊 也是一样 智邦其实是一家还不错 我还蛮喜欢的公司哦 我之前买过他两位数的 然后 没有办法报到现在啊 古泰没有办法这么会报啦 OK啦 然后光照 哎光照 什么时候的握社 上礼拜哦 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掌底没有赚到 那你家的事情嘛 古泰选股 我有跟大家讲 标股 古泰一定会帮你选出来 你不用外球啦 你真的不用外球 标股 古泰一定会帮你选出来 对不对 你说你这一根没赚到 坦白讲干我屁事啊 答案都告诉你们啊 很多散户为什么 喜欢干嘛 追求东追求西 可是你却 干嘛 木兰回首的时候 你都会发觉 靠原来 在我眼前天天飘了 他本身就是一档标股 就像之前台积电 之前台积电 大家去看一下台积电 就像之前台积电 这一波 这一波上来的时候 这一波上来的时候 对不对 台积电 每一天 各大节目电视台 一定都会解盘嘛 因为 全职股它是第一嘛 护国深山 每天都马有人在解盘 这一档 每天都马有人在你面前飘 可是呢 有人就是不想买它嘛 对不对 资金资金的部分我们就算了 现在还有零股啊 现在有零股啊 不然你买全资也可以啊 买期货也可以啊 资金我们先撇开不谈 假设你今天钱 够的情况下 对不对 你觉得台积电从这里涨到这里 有需要选股吗 你有需要买 废物的选股软体吗 天天在你面前飘的东西 你只要掌握好 到底哪边可以买 哪边可以卖 就好了嘛 到底干选股屁事啊 台积电 它是台湾的龙头 护国深山 有需要选股 我要选台积电这档股票 我有需要选哦 我有需要选是不是 现在市场上一堆 反正我有跟大家讲 你不用浪费那个精神跟时间 股菜一定会帮你选出来 啊选出来 重点是你自己要去 找买点跟卖点嘛 对不对 讲完了嘛 阿基加 同兴电 微星 这个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南亚科远传 撞尾 哈哈 反正大家就自己知道了 好 同一超 啊 然后呢 泰鼎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昨天干嘛 我是不是有话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今天回撤是不是刚好就是买点 讲完了 啊 刚刚 啊 刚刚飘过的 啊 讲完了 所以反正 大家就自己去看啊 然后 隔日冲 大家还是要尊重他一下 可是如果大家有仔细去看的话 啊 他其实隔日冲 今天出完 大家有两个关键分点 啊 两个 两三个关键分点 他是属于波段性的买盘 所以股菜还是抱着 啊 还是抱着 啊 然后 圣群 中砂 剑车 啊 系格 啊 这是今天 多方 选股的部分 啊 多方选股的部分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国巨 啊 那国巨今天是刚好遇到的 季线反压 啊 那整理一下 好不好 然后表哥 啊 表哥其实我个人觉得 是 可以看一下的 啊 他真的超级无敌戏 可是呢 他这种 如果 就看什么 主力什么时候动啊 不然其实他这个 他这个要压起来 我个人觉得前膏不是问题 哈哈 就是 如果从 从心理学来 角度去讲的话 然后看一下今天的 玄谷 偏空的 就是钢铁 钢铁其实 有点尴尬 他这边急拉起来之后呢 又急杀 急拉起来又急杀 而且又破这个低点 短期啊 短期 要把他占回去 大家还记得联发科吗 联发科我那天 有没有跟大家讲 我说他拉一个长虹 之后呢 随即用三天还两天的K棒 直接把他灌破 可是他没有破 他跟大成功真的不一样啊 他是破完之后收盘给你拉上去 所以呢 等于他是 他等于那一段下杀是什么 那一段的下杀是洗盘 大家去看一下 2450连发科 大家还记得吗 还记得这个走势吗 一根长虹 三根 用三根把他灌破 灌破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觉 这第三根 这第三根 他是直接拉上来的 所以这里一个形成了 形成了一个恩智琴洗盘 非常重要的洗盘回撤 回撤之后直接连拉四根 大家没有发觉 可是这个跟大成功就不一样 所以呢 古泰常常有跟大家讲 这个什么时候才可以布局 反正 红可以低点破 古泰就是会走人 技术分析就是给大家这样用的 爱说会不会今天跌破明天站回来 站回来就买回来啊 对不对 站回来就买回来就好了 有什么好奇怪的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有站回去跟没有站回去 那个差很多 那个差很多 你说钢铁今天杀一根这样 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干嘛 你代表什么 这前一天是拉假的 是不是 你如果隔天站回去 那就算了嘛 就代表主力要征洗盘嘛 他洗的比联发客还用力嘛 对不对 大家懂意思吗 然后勒 你看 这没什么好讲啊 连续两个 钢铁的最大咖 代表性人物 这个没什么好讲 好不好 龙钢 你搞 上回头控 这里自己要注意 然后蓬城也是一样 我说没有站上体验 这边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这边 我刚才都讲 11月2号嘛 这里你哪里有看到勾 你有看到勾吗 没有啊 好勒 放心 讲帽 也是一样嘛 讲帽 一样 百元附近 目前 一样嘛 由上往下 碰百元 原则上是撑嘛 对不对 啊跌破咧 现在你看 要吐上百元 这么难吐 跌破就变成压力了 所以古太友跟大家讲 反正 在 点位之上 你就是看多嘛 点位之下 一破 一跌破 你就是瞬间看空 没有模拟两可了 站上一百就做多嘛 没有站上一百 只要一跌破就是反手空就对了 一线之间 干嘛 一线之隔 支撑压力攻守护外嘛 讲完了 好不好 就像古太跟大家讲的 你如果不懂什么叫做一线之隔 支撑压力攻守护外 你就去想一下嘛 你从一楼 爬上去二楼 原本你在一楼 你头顶上的天花板 是不是二楼的地板 啊你今天脚踩在二楼 一踩上二楼的地板 你原本一楼的天花板 是不是瞬间转成你脚下的地板 啊不就是支撑压力攻守护外 讲完了嘛 讲那么多干话 学那么多 外面一大堆老师的课是有屁用哦 对不对 讲完了嘛 啊 然后脸帽 德伟 德伟你自己看一下 我跟大家讲 11月2号嘛 啊爱信不信随便你嘛 这边你都可以 我们取一个中间值啊 285好不好 今天多少 今天多少 自己看嘛 好不好 雅聚也是一样嘛 11月2号嘛 然后台波 也是一样 这个自己小心哦 这个 反正就自己自己注意啊 好不好 好这个 没什么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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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呃 哑光这种股性就这样啊 这个 你要做他的 要驾驭他的自己要注意一下 这个这个太喜了 这个太喜了 好 好 TPK 好啦 讲完了好不好 然后看一下 百元充关的股票 啊 就这几档 就这几档 好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 好 然后勒 人气六档 好给大家看一下 好人气六档的部分 好人气六档的部分 看一下 好看一下 神 神权 啊九阳 好这些都蛮强的啊 点序 点序今天股他有看到了 好那 这个前高不是问题啦 好不好 好 然后创委也是一样 好 那 再来健翰 啊 亚信 啊 哦靠 这个是啊 华玉 这个好屌哦 可是啊 这个啊 自己要特别小心啊 这是连续无量涨停的 无量涨停啊 等到有一天你买到的时候 你 哈哈 哈哈 无量涨停的股票啊 有一天你买到的时候 都要特别小心 好 有时候 不是好事情 哈哈 有时候不是好事情 好不好 像这种啊 股 你第一根没有做到 第二根没做到 股胎就不会追了 好 像之前的 汉讯 如果大家还记得 之前的汉讯 有一次我记得连拉十几根涨停 哈哈 连拉十几根涨停 那个 古泰后来就放弃了 反正你没做到 没做到 我们就还有别挡嘛 你何必执着呢 这个 这个买到 古泰也睡不着觉了 哈哈 好不好 啊 等下大家就自己 特别留意一下 我们看一下头本笔 头本笔做仗 目前金虹 好 那金虹呢 哎 反正一样 大家自己测 自己特别一下 自己 自己测试一下 我先跟大家讲啊 金虹11月2号TM区 留意一下 好 11月2号TM区留意一下 原则上 TM区有所 要 要 要 小小买再买 好啦 这个大家就自己看啊 古泰就不讲了 好不好 OK 好不好 OK 好 没什么好讲 好啦 这是大家 自己 留意一下 自己留意一下 好 好 头本笔结账的部分 大家去看一下 强貌 好 然后全新 旺希 啊 创意 得二维 博智 台瓣 新拳 惠特 大田 新复发 好 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这是 投奔笔结账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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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羊科超废 好 就是我们 古泰那时候买在这边啊 因为他太洗了 这种洗法 然后后来就喷出 哈哈哈哈 哈哈 还是其他股票好做啦 就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有留意啊 因为每一档股票都有他的股性在 所以基本上如果不好做了 你就可以换一个比较好做的 就是挑好的试子吃就好了 好不好 OK 那我们今天呢 就答案大家分享在这边啊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美股好了 好 美股呢 今天这没什么好讲的啊 这个 道琼也是一样啊 这个 这个你说要看冷空吗 也不需要好不好 而且这边三线会合 基本上他这边盘也OK啊 好不好 好 所以暂时线也不用太紧张啦 好 也不用太紧张 OK 我解盘目前是一样啦 小涨啊 那因为现在 已经改成美国的动力时间了 所以基本上 开盘都是10点半的事情 所以现在骨胎的录影 基本上 就不能帮大家看美股了 就不 就不太能帮大家去预测美股 因为 骨胎解盘 在分享在做功课的同时 如果 能够搭配美股线或 有开盘的时间 其实 在 一些 规划上面 或想法上面 可能会更能够全面性的一个参考 那现在 因为延后一个小时 骨胎也没有那么多美国时间啊 好不好 那骨胎如果等到10点半再录影呢 基本上 大家应该都睡着了 所以呢基本上 那骨胎呢 只能就台股 还有大家 雅股 或者是美股一些盘后的状况 去做全面的一个分析 那 有时候 难免啊 难免会有跟 现在的行情 或者是夜盘的行情 有一点出入 那基本上 骨胎有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预先规划 那规划不如我们的预期的时候 古胎有没有跟大家讲 你真的行情看不懂 TUMD拿出来用嘛 K棒点位最直觉的东西 你就是拿出来参考 啊 再看不懂 那我们就是干嘛 就空手嘛 就空手嘛 因为不如我们预期嘛 没有想到嘛 啊没有想到我们就空手 然后勒 再复盘嘛 所以你说交易坦白讲 就是不断的干嘛 反复的思考 规划 认错 就这样 所以 基本上 大家每天这样去复盘 每天这样去复盘 你才会 会比较容易 进步 容易进步 OK 那 古胎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 祝大家接下来操作顺利 那古胎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原则上是应该礼拜四在讲 因为 古胎呢 基本上在 下个礼拜 11月 21号到27号 这个礼拜 基本上 是 有事情的 暂时性的 基本上 这整个礼拜都不会录影 所以这个整个礼拜 可能大家就自己 稍微留意一下 原则上 21到27 古胎有事情 然后 那 基本上 YouTube的 那个 TUMD也不会贴 所以 这个部分麻烦大家 就是 包容一下 好不好 古胎28号就回来了 古胎28号就回来了 所以 这部分 大家就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原则上 下一次录影的时间 是 礼拜四 11月18号 那这一次录完影呢 古胎会看情况啦 看有没有机会 在20号 就先跟大家 录完影先分享 可能下礼拜的一些走势 好 那原则上 21到27 这段期间 古胎是 基本上是 开启飞航模式 基本上 大家想要找古胎 古胎想要找大家 也都找不到 好不好 原则上先跟大家做分享 那28号古胎就回来了 所以呢 大家就 就是 包容一下 好不好 那原则上 古胎基本上 还是 目前 还是一样 就是 大家不用 还不用太紧张了 好不好 要崩盘一定要看到 反正 你一定要崩盘前 你一定要看到又多 就对了 讲完了好不好 崩盘要崩之前 一定是在最乐观的时候 好不好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 也不用太紧张 OK 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祝大家接下来操作顺利